郭董走這樣還OK嗎 輕輕鬆鬆 我吃紅骨粿 我從小就吃紅骨粿 看紅骨粿沒有買 沒有 我就腿軟 所以吃了就 吃了精神就來 對 來到桃園走虎頭山步道 郭台銘真的很拚 沿途狂被民眾攔下來拍照 整整走了半小時 郭董看來精神很好 這天來到桃園一整天的行程 先走完虎頭山 繼續跟民眾互動 兒子郭守正也全程陪同 兒子郭守正低調跟在一旁 幫忙跟民眾寒暄 來到市場掃街前 賭信關公的郭台銘不忘來參拜 在場陪同了有前內政部長李鴻源 無黨籍議員劉許廷 其中國民黨籍前縣長吳志揚也到場 難道是挺猴派 我們今天上次表態挺郭台銘 沒有什麼表不表態 我們就是陪同 鏡頭前不公開選邊站 而先前民調顯示侯科沛才能贏賴清德 郭董這麼說 老百姓他們都會有智慧的選擇 我相信我還是有信心 另外宣明志也打算在5月8號作東 以陶竹苗為主廣邀國民黨立委參序 新竹立委正正前證實出席 陳玉珍 徐巧鑫也會到 前苗栗縣長徐耀昌也受邀 反倒桃園目前較低調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郭台銘接下來將有四場肇事晚會 第一場挑高雄 壓軸選板橋 傳出挺猴派也在運作中 兄弟倆都在努力 特別覺得你們會參與桃園藏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